在美国得到什么非美之间的关系亲密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 来看媒体的报道 据菲律宾菲律宾新报报道 有分析称菲律宾防长外长一行此次访美 不仅将探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同时也可能涉及到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战略问题 甚至可能签署军备购买协议 早前有报道说 访美期间菲律宾希望美国伸出援手 帮助菲律宾建立可靠的国防系统 并有意从美国购买军舰和F-16战机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针对中非两国在黄岩岛的对峙 菲律宾外长罗塞里奥有可能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面时讨论此事 并寻求美国的支持 但据菲律宾学者分析 美国燃止此次事件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南海问题不仅涉及到菲律宾 还关系到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 美国难以确定自己的立场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保持沉默 路透社的报道说 有分析称菲律宾工业并不发达 南海石油开采可能带来的巨额收益 无疑对菲律宾有极大的诱惑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加紧了对南海海域原油勘探及合同招标的行动 这种极获取经济利益的冲动 是导致菲律宾采取极尽策略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 现在菲律宾政府一味迎合美国 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更是前任驻美大使一贯亲美 这正配合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的计划 成为美国的重要之点 据南方日报报道 二战后 菲律宾摆脱美国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随着冷战终结 美国从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撤离 而如今 菲律宾为何主动拉动美国 重投美国怀抱 显然 南海问题是回答中必不可少的选项 菲律宾智库指出 这是非政府针对本国对外防御能力长期薄弱的问题 所采取的一项策略 菲律宾军力薄弱是不争的事实 菲律宾认为 当前首要任务是强化海上防卫 特别是靠近南海的地方 甚至暗示愿意让美国侦察机和军舰起降和停靠 分析认为 美国很远 中国很近 这是菲律宾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地缘政治现实 现在菲律宾有点慌的 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 把实现国家利益基于美国一身 但是 美国能否满足菲律宾的需求 还不可知